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起来做baguette 就是法国面包或是面包棍 外皮酥脆 里面呢有大大小小的气孔 只需要用到四个材料就可以自作而成 我们通常喜欢用它来做 garlic bread toast 首先来准备烤盘 感谢elgo kitchenware赞助了今天的影片 所新推出的starter防粘模具 就是baguette pan 面包棍烤盘 拥有五年的维修期 它的烤盘的尺寸37x24 Starter是一个德国品牌 它的烤盘拥有这些洞口 可以帮助受热 坚匀耐热直到250摄氏 波浪型 保持面包 圆棍型 而且它是一个防粘模具 所以非常容易脱模 容易清洗 那么呢 比个没有模具的话呢 制造方式会比较麻烦和危险 容易烫伤我们的手 如果有模具呢 就更加方便安全 因为需要在很热的烤盘上面来烤 品质很好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购买 现在呢 从Alco Kitchenware 购买四个特殊的新产品当中的任何一个 都可以享有10%的优惠 折扣优惠连接呢 会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折扣的日期 从4月23日 直到5月10日结束 所以呢 有兴趣订购的朋友呢 就快快订购了 因为非常的值得 非常非常的好用 现在来开始做 首先在一个杯当中加入室温的水 加入树溶酵母 搅拌直到树溶酵母融化 就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 加入高筋面粉 还一些盐 用蛋抽把它们混合均匀 之后在中间开一个井 之后呢 把酵母混合物慢慢的加入 一边加入一边用汤匙来搅拌 从中间搅拌出去 尽量把水分呢 都移到干粉的地方 把它们混合成絮状之后 它就能够混合成一个面团 之后用刮刀来把碗旁边的这些呢 都刮到面团中间 直到它们形成一颗球 之后呢 改换成用刮刀来把它们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了之后 你会发觉到它是一个非常黏的面团 因为它的水分含量高达75% 之后用保鲜膜来盖一盖 我们要让它们休息30分钟 30分钟后 我们的手呢 要把它们弄湿一点 这样子可以防粘 之后呢 我们要来做拉伸折叠的动作 就是把这个面团这样子轻轻的拉伸起来 记得注意不要湿断面筋 所以拉的时候要轻 把它们尽量拉到最长的长度 之后呢 就做折叠 所以约10下就可以了 每一个部分都拉伸到 之后在 sliquan mat上面呢 撒一点水来防粘 这个食谱呢 这个食谱呢 是用水来防粘的 就把面团倒扣出来 之后我们要来做折叠转动的方式 有一点像甩打的方式 可是我们尽量不要甩打那么处理 就只是把门这样子折叠之后 转动90度 又再继续的折叠 我们要做这个动作 大概20下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做几下 它就开始看到比较顺滑了 有没有 大概做到20下左右呢 你就可以开始看到有光面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 把它们放回碗当中 之后再盖上保鲜膜 休息30分钟 30分钟后呢 再重复刚才的步骤 把面团先倒扣出来 这个是一个比较连的面团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而不是揉面的方式 所以继续拉伸 折叠 大概10下左右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会看到面团 会更加的顺滑了 之后又开始做这种折叠 之后转动的方式 20下就可以了 你会看到有顺滑的光面 在这个阶段你就要停止了 不可以再做折叠了 因为如果呢 折叠 转动过多次呢 反而会撕断它的面筋 就会变成这样子 你就要重新做过了 所以呢 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保留气泡在面团以内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因为法棍里面就大大小小的气孔 所以把它们放进普通冰箱 隔夜冷藏来发酵 隔天之后呢 拿起来看它的底部会有这样子的蜂窝状 这个就是我们的面包棍的内部结构了 那么在上面撒上一些的普通面粉来防粘 隔夜发酵之后 接下来就是用粉来防粘 记得要轻盈 不要压面团 因为我们要保留那些气泡 之后 把面团倒扣出来 记得要轻盈 之后在上面撒上普通面粉防粘 之后呢 拿刮刀把它们切成 三等份 用秤来量的话呢 大概280克一份 之后呢 把两侧折向中间 然后用这样子 一边卷一边捏的方式 捏卷三次 这样子就成为一个长条形了 非常小 非常短的长条 好了之后我们要让它们回温大概30分钟 所以你们要看自家的温度来判断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预热烤盘的烤箱了 在最底层放一个烤盘 之后第四层倒扣一个烤盘 因为烤箱250摄氏 上下火不开旋风的 那么准备刚才的baguette pan 碰一些油 碰一些油 还有撒上薄薄薄的面粉 这样子可以帮助保护那个nonstick的coating 就你可以维持防沾很久很耐用 现在呢 取出一个面团 记得要盖上保鲜膜来防干 把收口朝上 之后呢 用指头来轻搓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保留气泡 用干柴卷捏的方式来卷三次 这样子可以帮助面团加长 看到有气泡吗 小心不要把它们戳破了 好了之后 轻轻的滚它们稍微拉长面团 好了之后 让它们休息五分钟 当我们做到最后一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取出第一个面团来继续做了 因为就大概休息五分钟了 现在要重复刚才的步骤 就是这样子卷捏 这次呢 卷捏两次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会看到面团就开始变得更长了 之后轻轻的把它们滚 稍微的拉长面团 直到大概35厘米长 就跟烤盘差不多一样 就轻轻把它们提起 之后轻轻的放进baguette pan里面 之后盖上被单 撒上一些水来保湿 让它们发酵30分钟左右 好了之后 你会开始看到它们是有开始膨胀了一些些 你轻轻压的话 它是会回弹的 这样子就是好了 之后在上面撒上非常薄的面粉 这样子它的颜色会很分明 之后准备这个razor blade 就是削剃刀 要用这种刀呢 才能 菜刀是很难这样子切的 因为要非常薄 非常利的刀 我们要一个面团划四刀 比较斜的 划深一点也没关系 把它们放进预热的烤箱 250摄氏烤20分钟 上下火不开旋风 在第四层烤 之后倒60克的室温水 到底层的烤盘来制造水撑器 还有洒水 在上面呢 帮助面包 它的皮呢 可以脆可以硬 烤的过程当中 面包会膨胀起来 划刀的部分就会展开来 非常漂亮 烤好之后取出烤盘 把它们移到最底层 再烤三分钟 让底部黄金 之后我们的baguette就烤好了 哇 听到吗 刚烤好是非常的脆的 底部也是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法棍 或者是法国面包 面包棍 非常漂亮的切割的部分 是不是 还有那个皮的声音 听到吗 很脆 越脆就是越新鲜的面包 现在切开来看 要用这种面包刀才比较好切 哇 看到里面的内部结构吗 它的气孔大大小小 各分在不同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看到吗 看到吗 每一边它的洞口呢都是不同的 而且压下去是会回弹的 要吃之前呢 建议你们重烤在面包机 toster中火烤三到四分钟左右 烤好之后取出 在上面涂上有盐牛油或者是garlic spread 大蒜酱就可以成为garlic bread toast了 听到吗 非常的脆 非常的香 面包的味道 而且很好吃的搭配 是咸咸香香的 皮的部分就更加更加的脆了 你们喜欢搭配这款面包跟什么呢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好不好 希望你们尝试这个baguette食谱 而且喜欢这个baguette pan的朋友呢 现在快快订购有优惠 连接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